韩国流学通网 我们说紧音化现象很多 我们说紧音化现象 其实是在我们 韩语学习过程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那么其实我们平常 只是不注意而已 如果注意的话 在各个地方 都可以出现 这个紧音化现象了 那我们上节课 学过了一些 特别的紧音化现象 有这个固有词 外来词两种区分了 那么第一种 是固有词 比如说这个kage 它本身这个kage 不是重音的 可是在家 这个盘参或者这个sire 后面是要变成重音的 那么我们怎么读呢 半餐kage 那么这个sirekage 这么说 要读得重一点 那么这个padak 也是一样 是表示地面的意思 那么我们怎么读呢 当把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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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mul goki mul goki 这个mul goki 也是要把这个ku 变成重一点 这都是非常一些 什么呢 特别的紧音化现象了 我们来看一下 汉字词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在这里 去取几个例子 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kage kage 本身不是 这个紧音 可是呢 跟这个kage 或者是跟这个ne 或者是三不音kage 什么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kage 变成重音 比如说 kigek war ki ga 과 ne quá ne qua 这么读啊 那么这个kun 也是一样 有qn 有qn 护照 有qn 这个怎么说呢 ology yip shang kun yip shang kun 入场券 那么这个fa 也是一样 fa后面的 也是要变成 这个紧音的 par dar par dar 发打 par 생 par sen 发声 par den par den 那么这个都是 要变成紧音化的 这是我们上次课学的一些特别的锦音化现象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啊 比较难的尼恩的添加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尼恩的添加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呢 尼恩添加的规则 韵尾再加上这个 一 呀 又 又 又 叶 叶的时候呢 在中间呢 追加一个尼恩 追加一个尼恩啊 读的时候追加 但是写的时候我们不要写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音的添加现象 尼恩的添加 对吧 那我们要注意啊 把这几个背下来 哪一个呢 并不是所有的母音都要添加的 只是这几个 一个是 一 嗯 呀 又 又 于 又 也 这几个时候才会添加 这几个背上 但除了 两个儿 以来 再解讯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